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我给大家画过唯物论的基本框架 整个唯物论一共包含着两大重要观点 第一个叫物质观 第二个叫意识观 上节课 我们已经把物质观的全部内容给大家讲解完成了 我们学了物质的定义 也叫物质范畴 学了物质和运动 运动和静止 物质运动与时空等一系列的知识点 那么这节课 我们将进一步学习唯物论的第二大重要观点 也就是意识观 这个意识观讲什么呢 它自己也有一个内在的结构图 我们这节课要重点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第一 我们要探讨意识的起源 也就是意识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来的 有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因素在产生着怎么样的影响 第二叫意识的本质 说白了就是探讨到底什么样的东西才叫意识呢 第三叫意识的作用 人们拥有意识它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最后一个就是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 上节课学完了物质 这节课讲完了意识 它们两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是一个总结性的知识点 我们接下来将寻的这个思路来学习意识观的全部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意识观的第一个知识点 它对应的我们核心考案就是考点十一这个知识点 请大家注意它标题的颜色是黄颜色的 意味着这是一个重点的选择题考点 我们来看这个知识点要讲些什么东西 首先第一段我们要探讨的就是意识的本质 也就是意识是什么的问题 那么意识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的教材考纲一口气给它下了三个定义 也就是三个识 请大家在书本上找到相应的位置 跟着我一起来划线 首先第一 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第二 它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 第三 它是物质世界的主观印象 同学们 如果我们考试出道题 问你意识是什么 或者问你意识的本质是什么 如果这是道多选题 那么当然这一二三都是对的 皆可选 因为他们的说法都来自于考纲嘛 但是 如果是道单选题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只能选一项 就问你意识是什么 而且这几项都并列在那里 让你选出最佳的那一项 应该是哪一项呢 那当然应该是第三项 也就在这几个定义当中 这个定义三是它最重要最核心的定义 意思是什么 就是物质世界的主观印象 外部世界映射到我们的头脑中 形成了我们头脑中的世界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意识 比如说你眼前有一朵花 这朵花是物质世界实实在在客观存在的花 那么当你用眼睛看到它的时候 它就映射到你头脑中 你开始知道花是什么样子了 然后在你脑中浮现出一朵花的样子 这就叫意识世界中的花 这就是意识 来源于客观物质世界 好了 关于意识的本质 我们大体上就解释这么多 紧急地往下 意识的起源 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来的呢 它有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我们的考纲 把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概括为了以下三个重要步骤 其中第一步 它是由一切物质所具有的反应特性 到低等动物有的刺激性感应 第二步 再到高等动物的感觉和心理 最后第三步 最终发展为人的意识 那么我来解读一下这三步 我们慢慢来理解 首先看第一步 什么叫一切物质所具有的反应特性呢 这不难理解 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像物理反应 化学反应之类的 一个塑料瓶子 你去捏它 那么它的形状会随着你的力发生改变 对不对 哪怕是一猪墙头吵 一阵风吹过来 它也会随着风的力左右摇摆 这就叫物理反应 也属于我们这里所谓的反应特性 那么什么叫低等动物有的刺激性感应呢 哪怕是头猪 哪怕是条狗 你要扎它一刀 它也会觉得疼 它也会叫 是不是这个意思 当它们觉得饥饿 很想吃东西的时候 也会流口水 这叫刺激性感应 也叫条件反射 那么什么又叫高等动物的感觉和心理呢 请注意 很多同学看了这个高等动物 马上第一反应就是 人 没错 人确实是高等动物 但此处的高等动物 明显不仅仅指的是人 因为它后面还有最后第三步 最终才发展为人的意识 看到了没有 也就是说 这个高等动物 还包括一些其他的比较高等的动物 例如什么呢 像我们现在公认的海豚 黑猩猩 这些都叫高等动物 这些动物跟猪狗就不一样了 它们不仅是知道疼 有这种刺激性感应 它还有情绪 还有喜怒哀乐 还会高兴就会笑 那么烦躁的时候也会叫 对不对 甚至还会流眼泪 还会感动 这叫高等动物 每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就有很多同学特别不服 说老师 你怎么能这么侮辱狗呢 你又不是狗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狗就没有情绪呢 你怎么知道狗就没有喜怒哀乐呢 这个问题说起来就复杂了 那我就得说了 那你又不是我 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狗没有喜怒哀乐呢 当然 我们不去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考研也不会出到题目 给你几个动物让你选 没必要 我举这个动物的例子 只是为了说明这句话的意思 你能明白它一步一步的层次就可以了 我们这堂课不重点探讨 狗到底是高等动物还是低等动物 有兴趣 这个课后去研究 那么最终才发展为人类的意识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从他这段话当中 我得出一个结论 意识是人独有的 做好笔记 做好笔记 意识是人独有的 在笔记本上写 或者在书的空白处写 非常重要 其他的动物 管意是低等还是高等 都不可能有意识 只有人才会产生意识 这就是从意识的起源过程当中 我们得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和观点 好再往下看 在此过程当中 也就是在刚刚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 劳动起了决定性的因素 而语言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什么意思啊 它就是给你梳理这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些因素在起着作用 并且它们作用的层次 有高有低 我用一个图来表达这句话的意思 请注意 我下面的话 非常的重要 尽管在书本上 你找不到这个图 但是这个图 一旦要是理解 有一个贯穿于整个考研政治 所有学科的基本的逻辑 你就理解了 认真听我讲 什么意思 就是意识这个东西 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在漫长的过程当中 它有多因素 综合作用去产生 有哪些因素呢 例如有劳动 还有什么呢 刚刚说了 还有语言 还有什么呢 肯定还有别的 只不过我们考纲 没有再一一去列举罢了 有这么多因素 综合作用形成了意识 那么这么多因素呢 它们的地位又不是均等的 比如劳动 它在这个过程中 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而语言刚刚是怎么说的 叫重要影响作用 重要影响作用 注意这个论断 同学们 决定更厉害 还是重要影响更厉害 明显应该是决定更厉害 是不是这道理 决定的层次更高 一般就是一个东西决定 其实根本的决定作用 那么剩下的 其实都叫影响 语言有重要影响作用 那么其他的还没提到的 其他因素 肯定也有重要影响作用 都有 我这里就要重点说明一下 重要这个词语是什么意思 在政治家的口中 在哲学家的口中 注意他们说话的方式 当他们说一个东西是重要作用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意思就是 不是那么重要 就有点作用 都叫重要作用 请注意 重要是个十分暧昧的词语 只要有点影响 都叫重要影响 只要有点作用 都叫重要作用 只要是个原因 都叫重要原因 重要这个词语 是可以随便乱说的 除非它跟这个事情完全没有关联 只要它有一点点关联 它都叫重要作用 听明白了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听习近平讲话 对吧 同学们 今年我国的经济建设很重要 政治建设很重要 文化建设也很重要 社会建设也很重要 同学们 当他说重要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事情我们得办 差不多也就是那么回事吧 对不对 如果他真的想说这个事情很重要很重要 他会怎么说呢 他会说 根本决定环节 首要因素 重中之重 他会这么说话 请注意 政治家口中的这种 这种表达的这个术语 他真的想突出的东西 会用根本 决定 本质 这种词语去突出它 而剩下的那些呢 反正就这么回事吧 该做就做吧 他通通统称为叫做重要 因此重要这个词语 就是非常非常暧昧的一个词语 我们很多同学说 老师我看那个报纸 我听那个新闻连播啊 我总觉得没意思 哔哩巴哒讲了半天 我感觉他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我听了半天 没有听出任何信息来 那时你不会听 同学们 他在这种很平淡的语言当中 他的措辞不同 突出着他想要突出的重点 因为他不可能说一个事情是不重要的 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总不能说 同学们 今年这个生态文明建设就不重要了 不可能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他绝对不会说哪个东西是不重要的 在政治家的口中 什么都重要 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那你就要会听 他说重要呢 就是马马虎虎的意思 真正重要 要说根本决定 注意啊 我花了这么多口舌 跟你去解释 什么叫决定 什么叫重要 这个逻辑 贯穿考研政治 所有学科 从头用到尾 这是一个基本政治思维方式 跟着我学政治 说句实话 书上画线的这些内容 哪怕我不讲 你自己看两遍 估计你也看明白了 但是我讲的这个东西 你要没听懂 那么有很多题目 你做起来是非常非常的费劲的 请大家注意 这个基本结论 好 同学们 讲完了 关于意识的起源 我就讲这么多 这个后面还有一段话 但是其实它就是刚刚那段话的一个展开表述而已 我们再读这段话 应该就会觉得很轻松了 我们来看 意识不仅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而且是社会历史的产物 你看 社会实践特别是劳动 在意识的产生发展中起得决定性的作用 你看到吗 不用多解释了吧 刚刚已经解释过了 对不对 那么劳动作为意识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客观需要和可能 在人们劳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语言来了吗 对不对 刚刚已经讲过了 促进了意识的发展 也就是说它有一个重要影响这个作用而已 最后这句话还蛮重要的 大家更多把这句话圈起来 语言是意识的物质外壳 这句话很有意思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句话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去研究什么叫物质外壳 我就这么问你吧 讲设计来你面对一道题 下列选项中属于物质范畴的有 下列选项中属于物质范畴的有 语言 你选不选 也就是说语言是不是物质 正确答案应该选 为什么 你仔细再读一下 语言是意识的物质外壳 明显就是在说语言其实它是物质 听明白了这个基本结论没有 那有同学就纳闷了 说老师语言怎么会是物质呢 物质是不随人的感觉主观意志转移的东西 语言难道不是吗 难道不是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吗 同学们 你还真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 语言是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一套固定的说法 你说假设你明天你就不按这个来说 你自己随心所欲 明天抄的另外一口语言你就来了 同学们 你将自觉于人类社会之外 谁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鬼东西 能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语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它是客观历史条件形成的 漫长的历史过程形成的 大家就得这么说 所以语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它属于物质 它是意识的物质外壳 归根到底就是物质 当然了 再看B选项 语言的含义 再看B选项 A是语言 B是语言的含义 选不选呢 这就不能选了 这就不能选了 因为语言的含义不是物质 而是意识 虽然语言我没有办法决定 但是语言的含义 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的 随着人的感觉改变而改变的 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这个话我得这么说 但我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我有我的看法 你有你的看法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感觉 不同的看法 能不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比如说举个例子 假设当你骂一个陌生人 是坏蛋的时候 其实你是好讨厌他 对不对 特别特别讨厌他 觉得他好恶心 但是当你骂你心爱的人 是坏蛋的时候 这个时候其实你看 同样是这个词 同样是这个语言 你都得这么说 你的那个情感 你要表达的意思 那就是另外一个意思了 能不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注意啊 语言是没法改变的 就是我们必须得这么说话 但语言是什么含义 因人而异 因人的感觉 情感变化而变化 所以语言是物质 而语言的含义不是 OK 讲完了 这就是关于这个点 我们就基本上讲到这里为止了 紧急的往下 还是考点十一 考点十一是个大考点 它里面包含着好多好多的内容 那么考点十一再往下一步走 就要谈意识的作用了 请注意 请注意这个标题的颜色 开始发生变化了 变得有点绿了 有没有 我怎么发生这个课 突然跟绿色杠上了 你看看 突然变得有点绿了 注意了 这是我们的这个考点颜色 第一次出现绿色 一共就三种颜色 我前面说了 白色或无色 说明这是一个非重点 黄色 说明这是一个重点 选择提考点 那么绿色 就代表这是一个重点 分析提考点 就是这个点 它有可能会命制分析体的 那么这个点当中的相关理论知识 可能就要求我们 会背会写了 所以这种知识点的要求 是比较高的 要求我们综合运用的考点 好 那么我们来看 意识有什么作用呢 意识的作用 笼统地说四个字 能动作用 能动这个词语 我们将在未来的课程当中 甚至包括下一个阶段 什么刷题班 冲刺班当中 甚至到考前压题班当中 将会无数遍地听到这个词 能动 这是一个超级高频词汇 好 那么光说能动 这还不够 什么叫能动 能动到底啥意思 什么叫能动作用 接下来就是展开解释 以下这几种表现 都属于能动的具体表现 我们一项一项来理解 这个要深入理解 并且要会背会写 这种知识点的要求是很高的 我们来看 能动有以下四层含义 第一 意识反映世界具有自觉性 目的性和计划性 这是人跟动物的重大区别 其实狗 它也长了一双眼睛 它也会看外部世界 但是它看外部世界 是机械被动 盲目地看 你放一块肉 放在它的眼前 往前看 它就看到了 它不会主动去搜索 寻找 分类 去归类 去反映自己想反映的东西 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但人就会了 人会主动搜寻自己想看的东西看 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印入眼帘的东西 比如说 当你走在茫茫人海中的时候 你逛街的时候 周围都是人 为什么你的眼中 永远只能看到那个最帅的 和那个最漂亮的呢 因为那个好看 是不是意思 你眼就能看出来 并且一直盯着别人看 甚至他扭过头去看 对不对 还有那么多人在你身边擦肩而过 为什么你都视若无睹 就好像没有看到一样呢 因为那个没什么好看的 就是这个道理 当我们人类想得知一个东西 想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和计划性 比如今天 你很想了解唐朝的历史 好 你想了解怎么办呢 你可能会到图书馆 去搜索一下相关的这方面的文献 或者打开手机百度 去搜索一下相关的一些知识 这就是目的性和计划性 我们主动去搜索 寻找分类 编类 去找去 去给索取自己想的知识 而动物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所以我们主动反映世界的这种能力 就称之为我们的能动性的第一重表现 第一重 第二重 意识具有创造性 什么意思呢 就是人们在反映外部世界的同时 它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 并且还会对被反映的对象 加以改造和创造 我举个例子 当你看到一只鸡 在你眼前跳来跳去的时候 鸡不是跳来跳去 鸡是跑来跑去的时候 当你看到一只鸡 在你眼前跑来跑去的时候 请注意 我相信你脑子里面浮现的 一定不仅仅只是一只 跟它一模一样的鸡 而会浮想出很多 与它有关 但又没有出现在你眼前的事物 你会对它进行加工改造 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可能会想 小鸡炖蘑菇 红烧鸡块 香辣鸡翅 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请注意 这就是所谓的创造性 就是当人们看到眼前的 具体事物的时候 我不只是一种很机械的 把它印过来这么简单 在印过来的同时 我还会发挥我的联想想象 把它加工改造成 其他浮想出来的样子 就是这个道理 这是能动性的第二重 主要表现形式 再看第三重 意识具有指导实践 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 我们的头脑 还会指挥我们的双手 去实现我们的目的 这是它的第三重含义 还有第四重 意识还具有指导 控制人的行为 和生理活动的作用 这也是人跟动物的 一个重大区别 人有很多生理活动 其实动物也会 但人跟动物的区别 就在于人 在很想做这件事情 但又不该做 这件事情的时候 懂得学会控制自己 不要去做 这就是发挥我们的能动性 去控制我们的生理行为了 对不对 比如你现在正在听 徐涛老师讲政治课 你明白这个知识点好重要 这个讲的也特别好 对不对 但这个时候 你又好困 你又困得要死 我好想睡觉 对不对 大白天的 我突然就懒洋洋的 好想睡觉 如果你这个时候 马上就搭拿到脑袋 眯了眼睛 就开始睡着了 你与动物合一 动物也会 那对面没有 你跟动物重大的区别 就在于 你知道这个时候 我不该睡 这个时候 这个知识很重要 我得好好学 对不对 你会发挥你的能动性 去控制你的生理 不要睡 就是这个道理 同学们 这就是能动性的 第四重表现 好 我分别解释一下 我相信 我刚刚解释过了之后 大家应该对能动 这个词语的理解 会变得更加形象 那么未来 在我们考卷当中 那么如果 给你讲个故事 讲个材料 故事中的主人公 他发挥自己的能动 去设计 联想 浮想 控制自己的生理行为 总之 他有这方面的一个 意思的话 那么我们一般用这个原理 对这种材料 进行分析论述 就这个道理 当然 具体的分析题 解题技巧和方法 我们在后期的课程当中 还有安排 大家踏踏实实的 跟一步一步往后学就可以了 我们的课程安排 它是有基本定位的 比如强化课程的安排 我们的任务 是要把考纲要求的知识点 都扫一遍 都学一遍 分出重点 非重点 并且就个别整题 进行举例 讲解 练习 这就行了 不用多 练题 不用多 这个时候只要练一点点题 举例 讲解 这就行了 到了后面的刷题班 就是大量刷题 大几百道题 我带着你一道一道刷 再到后面的冲刺班 就是归纳当年的重点 热点 进行突击 讲解 最后的压题班 压题班 我们会到最后预测 今年可能是哪几个考点 来进行考试 最后抓几个点 我们来背一背 并且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尤其是压题班当中 我还会详细跟你论述 分析题的写题步骤 写题逻辑 书写模式 以及如何运用我们学过的原理 去分析材料 这个东西都到后面会有讲 我们现在主要是理解知识点 现在目前还没有必要 就开始练习分析题 是有步骤的 大家按部就班就可以了 好 同学们 那么这个能动原理 我就解释完了 总之它很重要我也已经强调了 找到通计划 by bwd6